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彼得前书 三章一到十二节 那么这一段还是在整个大段落里边 我们之前提到 在第二章第九节说到 我们是被拣选的主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我们有特殊的身份 而这个特殊的身份 事实上是要叫我们宣扬那 遭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们成为基督徒 我们有一个积极的目的 那在第二章的第十二节 他特别提到说 我们怎么样去宣扬呢 我们应当又有好的行为 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 那么叫那些诽谤你们是作恶的 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在见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借着我们的好行为彰显 让这些诽谤攻击我们的人 他们可以闭嘴 甚至在将来可以归荣耀给神 那在应用上怎么做呢 昨天我们谈到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 谈到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 那今天要来谈的就是 关于妻子 关于丈夫 还有最后有一个小小的结论 我们进到经文里面来 第一节你们做妻子的 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里他是有一个背景 这个背景就是说在当时候的妻子 相对是没有太多的社会地位 或者我们说这个人权 丈夫对妻子好像有一些蛮绝对的权利 好像甚至有一些恶毒或者不好的丈夫 可以任意的修掉这个妻子 那在这个时候做基督徒相对的为难 甚至呢当时候的妻子 只是会被当成 有些时候被当成好像是 丈夫的一个财产而已 很不容易 在那时候很不容易 所以彼得告诉他们说 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 这个道理是指救恩的道理 这里暗示 这个丈夫听过福音 但是他没有要信 他们虽然不听到 就是不愿意接受 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 借着妻子的品性 或者借着他们的好行为 被感化过来 在新一本呢 更深刻的强调 彼得要说明的 新一本将翻译 照样你们做妻子的 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好使不信道的丈夫受到感动 不是因着你们的言语 而是因着你们的生活 彼得说 怎么样向未信的丈夫传福音呢 特别在当时候 社会地位非常不平等的环境底下 他告诉这些妻子们 这些信主的太太们 不用再用言语了 你们要好好的靠着主 活出这个好的行为 用你们的生命 用你们的行为 去感化感动你们的丈夫 这正是因看见你们 有真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 原来的意思是说 丈夫看见你们因着敬畏神 而有的真洁的品性 真洁的品性是指纯洁的行为 彼得告诉信主的妻子 就是你们不要想要用言语 好像一直去挑战丈夫 一直唠叨一直讲 反而会把丈夫推得更远 应当是默默的 好好地活出基督的生命 流入基督信箱之气 因着敬畏神 而有的这个真洁的品性 彼得继续说明 你们不要以外面的变头发 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 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 这个长久是指 不会朽坏不会衰退的 意思是说 要用这个不会衰退的温柔 安静就是闲静的心为装饰 主要是说内在 彼得不是说 所以信主的妻子要很邋遢 不修蝙蝠不是的 当然我们一定要有一定的装饰 整洁这个是需要的 彼得要做的是一个对比 他说不要单单只注重外貌 这个都会衰退的 会朽坏的会过去的 反而要什么呢 当你信了主 你要更注重你的内心 让你的内心更美 让你的内心流入温柔 闲静 对神的敬畏 而有的那个纯洁的行为 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 是神所看重的 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 正是以此为装饰 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里彼得说自古以来 仰赖神的圣洁妇人 都是以内心的这个 长久的温柔 安静的心为装饰的 不会衰退的温柔 闲静的心为装饰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第六节 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 称他为主 这是在创世纪十八章十二节 当然我们在这个时代 不会称自己的丈夫为主 不过这里是要表明 撒拉的顺从 因为前面讲 你们做妻子的 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彼得接着说 你们若行善 不因恐吓而害怕 便是撒拉的女儿了 什么叫做因恐吓而害怕呢 我们刚刚说到 在当时候的背景 丈夫跟妻子的社会地位 是很悬殊的 所以妻子几乎没有什么 自己的权益 可以来保障自己 在法律上 对妻子也没有什么保护 甚至有些丈夫 会恶言相向 很多的妻子 面对丈夫是充满害怕的 特别在这里 信主的妻子 确实在信仰上 又跟先生不同 在生活上 一定会造成很多的张力 在当时候的背景 会假设如果丈夫信了 主妻子就会信了 因为就跟着丈夫 可是这里 也不行 因为妻子信了 主不能拜偶像 那丈夫要拜了 或者有很多不同的 这个文化 或者价值观的冲突 妻子在这里边 是相对相对 为难的太多 彼得说 我们现在这个处境 是很为难 那我们应当要顺服 反而你要特别顺服 用你的行为 来感动你的先生 而且呢 你要效法古时候的榜样 特别像那个撒拉 他听从亚伯拉罕 甚至还称他为主 这样的顺服 所以你心里面 因为敬畏主 你知道神与你同在 虽然丈夫呢 恶言恶语 有些丈夫会这样子 对待你 可是你对他 却不是充满畏惧 害怕 而是因着敬畏神 而有的顺服 懂我的意思 就是说我不是怕 这个丈夫 唯唯诺诺 然后躲躲藏藏 或者是很惊慌 不是 而是有一种 因着敬畏神 而有的稳妥 淡定 心里有力量 没有害怕 这里就讲 不因恐吓而害怕 甚至你有力量 回头去爱这个先生 甚至你有力量 回头用你的好行为 去感化他 我想这个是 彼得在这里所讲的 我们说 当时候的文化背景 跟我们现在 是有很大的差别 因为我们现在 还是很多的 保障了太太 保障了妇女的地位 跟权利 不过呢 彼得这个 也有很多的原则 是我们可以应用的 就是说 一样的 我们现在 也很多的姐妹 先信了主 丈夫还没信主了 那 妻子呢 也可以应用这个原则 就是 我们会心急 也说我们会 念 先生 或者抱怨 怎么不跟我去教会 我们会 跟 丈夫争论 用言语争论 吵架 甚至有些 妻子呢 会定罪啊 就说 哎呀你这样子 将来你要去下地狱 那这样做 反而会把丈夫 推得更远 按照彼得 彼得这里 给我们的教导 反而呢 我们要 更爱 丈夫 如果你先信主 你丈夫还没有信主 你反而要更 舍己 因为很不容易 你反而更舍己 更顺服丈夫 更爱丈夫 借着顺服丈夫 来顺从神 用你的好行为 你反而要更多 注意自己的言行 用你的好行为 来感动他 听从丈夫 理解丈夫的需要 照顾他的感受 回应丈夫 他的困难 来成全他 爱他 帮助他 用 两倍三倍的爱 去爱丈夫 把他挽回 挽回到上帝的面前 那另外有些 妻子呢 他 虽然没有用 言语跟丈夫争辩 可是呢 热心教会的侍奉 就忽略了在家里的责任 好像孩子 有一些耽误了 疏忽了 对先生呢 也失去很多照顾 先生虽然 对太太的信仰 没有太多意见 也不去反对 可是 这看起来就 对丈夫来讲 是有一些埋怨 所以有些 还没有信主的丈夫 会开玩笑的说 我的太太啊 每天都煮啊煮啊 在家却都不煮啊 就是一个讽刺 好像你每天很圣洁 哇主啊主啊在那里祷告 可是你在家当做的 或者你应当分配的 这个分工合作 该做的家务 都没有做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跟帮助 彼得认为 信仰不能够成为夫妻关系 受亏损的理由 反而有一方先信主 你必须用你的好行为 去感动对方 第七节 你们做丈夫的 也要按情理 和妻子同住 这里第七节 只有一节是针对丈夫 原则上 我刚才讲了 在当时候的背景 如果丈夫信 就会认为妻子也信 因为当时候社会地位 是完全的不平等 所以丈夫信 去教会聚会 太太当然一定就会跟着去 不过这里 他也给丈夫一些提醒 他说你们做丈夫的 要按情理 原文是按着知识 这个知识是什么呢 就是神所教导 关于夫妻之间相处之道 按着知识 和妻子同住 这个同住 在原来是有 夫妻之间性关系的 是在表达夫妻之间的性关系 不过用在这里 不单单指性关系 从上下来看 他是指全部 夫妻同住 生活的全部 所以他说 你们做丈夫的 要按情理 按着真知识 按着认识神的知识 来善待妻子的意思 因他比你软弱 这里暗示了 一个概念 软弱 不是指心灵上的软弱 这里是指肢体 身体上 平均而言 男生的身体是比较壮的 是比较有肌肉 是比较有力气的 那你不能够 因为你的力气比较大 所以你回过头来 欺负 妻子 你反而要按着知识 按着上帝所教导的 善待妻子 不可以用暴力来欺负他 打压他 当时候虐待妻子 或者是家暴的情况 算是蛮严重 我说当时候的背景 所以他说 信主的丈夫 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 因他比你软弱 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他说你们是一同承受的 在主里面 你们结为夫妻成为一体 所以不是你领受而已 你跟他是一同领受的 这个一同有 你们是合一的 一体的概念 也有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说 你们在神面前是平等的 你们是弟兄姐妹 是一起 你承受他也承受 他也在神面前承受的 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那前面那个合一也就是说 你如果二代妻子 你自己要承受是不行 你们两个要一起 在上帝面前来领受 因为对上帝而言 你们是一体 二人成为一体 所以你们是一个一 不是你自己跟他两个 你们现在是一体 对神来说是一体 所以一同承受 那你打压他欺负他 你也没办法一起跟他承受 神要给你的祝福了 所以要敬重他 哇这个在当时候是一个 划时代的教导 彼得告诉信主的丈夫 你必须敬重你的妻子 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 没有阻碍 你如果不敬重你的妻子 因着你身体比他强壮 他比你软弱 身体比较弱的缘故 善待他 按情里与他同住的话 那么你们的祷告上帝不听 有你的祷告上帝不听 意思是这样 就是你既然不愿意 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善待妻子 上帝给你比较强壮 你应当做头 带头牺牲 带头舍己 带头成全 你反过来欺负他 家暴他 打他 那么神也不天天祷告 因为你没有按照神的心意 按着情理来带妻子 你也没办法跟妻子 一同领受神要给你的祝福 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提醒跟警告 我想对我们也是有一个很好的提醒 八到十二节就是一个小节 总而言之原文是最后 你们都要同心 彼得在这里用五个动词 要同心 同心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都不同 但是现在为了同样的一个目的 这个同样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 借着我们的品性端正好行为 叫不认识主的 甚至逼迫我们的这些外邦人 借着我们这些好行为 可以来认识他 为了这相同的目的 我们彼此调整 要同心 然后呢 要彼此体恤 体恤是有点同理心的概念 我们很不一样 我们彼此理解 我们都有一些难处 彼此理解 要相爱如弟兄 我们在主里面都是真实的弟兄姐妹 我们与防角石连结 我们彼此也连结 我们在属灵的事实上 是这样合一的基础 我们就要活出 所以这也强调是那个爱 在属灵里的弟兄姐妹的 那个真实的相爱 要存慈怜谦卑的心 慈怜就是一个仁慈的心 然后彼此谦卑 因为人若不谦卑呢 很难 很难彼此同心 很难彼此体恤 一个高傲的心 会是一个常常以自我为中心的心 所以彼得这里说 要同心 要彼此体恤 要相爱如弟兄 要存慈怜谦卑的心 这是对内 彼此之间 对外有一个不要 面对逼迫我们的这些外邦人 不要以恶报恶 以辱妈还辱妈 反倒要怎么样呢 要祝福 就是第九节整个是一个 就说 要祝福 不要以恶报恶 以辱妈还辱妈 因为你们是为此蒙照 这个词就是 要反过来 祝福那些恶待我们的人 哇 这个实在不容易 但是 我们仔细想想 耶稣自己也教导我们 要为 逼迫我们的仇敌祷告 耶稣自己在十字架上 他也说 父啊赦美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在十字架上 耶稣也为这些 定他十字架的人祷告 所以彼得在这里 真的教我们 做这件事 就是 以善胜恶 以得抱怨 用爱 来 得胜 基督徒在世上 我们 面对逼迫的时候 我们坚定的 选择爱 选择恩慈 选择给予 选择慷慨 选择良善 我们不以恶报恶 我们甚至 宁可 吃亏 我们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死神的荣耀 但是我们这里 也是要补充 基督徒 也不是说 好像没有智慧 没有界限 不要保护自己 有一些家暴的 例子 我们会鼓励 这些棋子要选择 会保护自己 有智慧的回应 所以这里 他要讲的是一个 生命的态度 在实际应用上 我们还是需要有智慧 每一个个案 我们应当去询问 你的牧者 他不是说 完全的被越界 然后被糟蹋 或者说 我们不懂得保护自己 甚至完完全全的 被伤害 我们应当要避免 那些不必要的伤害 确实 那这里在讲的是 一个生命的态度 那个生命的态度 就是像耶稣基督一样 为了成就天父的使命 他愿意忍受 就前面讲的 他并没有犯罪 口里没有诡诈 被骂不还口 受害不说 威吓的话 只将自己交托 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就是为了顺服上帝 心意的缘故 宁可受亏损 那这里讲 你们蒙昭 是为此 好叫你们承受福气 承受什么福气呢 彼得就引用经文在 第十节到第十二节 这个经文是在 诗篇三十四章十二到十六节 因为经上说 人若爱生命 愿享美福 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这里的生命是指 有意义的生命 甚至在彼得前书这里 引生 甚至指的是永恒的生命 人呢 如果真的 要有一个有意义的生命 有永生的这个盼望 要享受生命极大的祝福 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这个是要很大的力量 内在有个力量 我们被伤害 我们就觉得 我们可以伤害别人 我们很难不说恶言 很难不说诡诈的话 我们偏向会 夸大自己的贡献 然后呢 会伪过嘛 就是好像 自己犯的错 我们会尽量的 好像粉饰太平 只是小错 只是小错 这很难 十一节讲到 也要离恶行善 寻求和睦 异心追赶 这里都是在回应前面讲的 不要以恶报恶 以辱骂还辱骂 我们被恶待 舌头不出恶言 像耶稣的榜样 被骂不还口 那是不是基督徒好欺负呢 不是的 我们被骂不还口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不想得罪神 就是说 因为我们嘴巴是用来赞美神的 我们如果说出这些恶毒的话呢 不合乎我们的身份 因为我们是为了 在良心对得起神的缘故 所以我们不还口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我们不行诡诈 我们选择善良 不是我们不懂 因为恶与恶是会有共鸣的 我们是选择良善 选择去爱 选择去包容 除了不得罪神以外 我们还有一个积极目的 那个积极目的是 我盼望我们的这个好行为 可以帮助这些 辱骂我们恶言相向的外邦人 他们有一天 能够归荣耀给神 有一天甚至愿意悔改 愿意来认识神 这里讲到要离恶行善 寻求和睦 一心的追赶 就是专心一致的寻求和睦 人家伤害我们 我们还要努力的跟人建立一个和睦的关系 因为主的眼看顾一人 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 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辩脸 这里在回应什么呢 就是说 基督徒不回应恶言跟恶行 不是纵容罪恶 而是敬畏神 知道神是会审判 上帝在看 所以主的眼看顾一人 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 我们知道 上帝最终要审判一切的恶 我们不去扮演那个审判的角色 我们这样做 我们被骂不还口 是因为我们敬畏神 而人对我们的恶呢 神会审判他 所以 唯有行恶的主向他们辩脸 我们不是纵容罪恶 而是相信 审判的主权在上帝 上帝必定 要来为我们申冤 好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这一段 我们其实已经有讨论了一些应用 不过我就想到 这个过程真的很不容易 我想到当时候 我在花莲开民宿的时候 因为原本的房东 跟附近的这些民宿老板 处得不是很好 那么我租下了这个店面 附近的这些民宿老板 会以为我好像是房东的亲戚 或者是家人 反正他们不认识我 所以对我也非常的冷漠 我就记得我们的隔壁 就是另外一家的民宿 那么我就想到这一段经文 我也努力的 想要跟林社建立关系 所以我每次 出来外面整理庭院 我看到他 我就跟他点个头 有个微笑 他不理我 甚至转头就走 那么没有关系 我继续丢好球 虽然对方没有回应 我想有一天 我会收到一个好球 过了几乎三个月 整三个月 隔壁的这个民宿老板 他就来跟我打招呼 他说你贵姓 我说我姓菜 他说哇 这个我看你 常常在外面整理打扫 你下午有没有空 要不要过来我这边喝咖啡 我就第一次进到 他们的民宿里面 跟他一起喝咖啡 认识这个人 这个人很特别 他全身刺青 可是他有一个很善良的心 他非常认真工作 非常有创意 在做民宿之外 他在一些景点 安排一些 可以租借脚踏车的业务 那我们相谈圣欢 后来呢 他的这个民宿 生意好的时候 他有些时候就介绍客人到我这里 那我们就变成一个很好的伙伴 我心里面非常的感恩 非常的开心 真的 我们就是相信 爱能够改变人 如果我们不再相信 爱能够改变人 我们不再相信 上帝能够借着我们的善行 使人生命回转 我们就没有什么信息 在对这个时代传了 而这个邀请这个妻子 用好品性去感化 感动他的丈夫 事实上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说的 我们在所处的时代里面 都有很多的挑战跟不容易 我们唯一的强而有力的信息就是 我们再去爱 再去给 再把双手打开 纵使我们已经受伤了 再把火烫烫的心给出去 我们可能还是会受伤 我们可能还是会被拒绝 但是上帝护照我们再去爱 再去给 面对这个对基督教充满敌意的世界 我们被呼召去拥抱 去爱 像耶稣基督所做的一样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你自己做了榜样 我们做你的儿女 做你的门徒 你用你自己的生命 向我们显明了 十字架的道路 如今我们效法你 跟随你 主我们也愿意 我们再把手臂张开 再把我们的心捧出来 纵使会受伤 纵使会被拒绝 但是我们知道 当我们继续的给予 继续的慷慨 继续的顽固的选择饶恕行善 你就要借着我们来祝福这个时代 你就要借着我们再重新得着这个时代 因为过去也有许多的人这样爱我们 主啊我们也想到过去 我们糟蹋了很多人的爱 拒绝了很多人的温暖 如今主啊我们进到爱子的国度 我们愿意回应这样的呼召 因为你已经为我们做了榜样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没有租签奉耶稣基督的了解 您可以加密化 我们先让我们这些许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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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俩